其实你可以照刚刚的SOP 1怎么样不要坏一帽 你可以把它Ctrl加斜线 注写然后三次的话就什么 for i in range 然后刮虎 然后里面的话就放个3就可以 3冒号 然后再来的话让它回答 回答的话if if什么三次的话就 i 等于等于2 或者and 是and 而且怎么样 它没有答对 那我怎么知道它没有答对呢 m不等于 不等于m 然后呢 然后就跟它讲说prinz 请 底下这一串很长 所以我刚才拿这个云端上的 这个这一行 答错了 OK 然后呢 只能拆三次 最后跟它讲答案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答错了 只能拆三次 逗点m 我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OK 然后 但这边的话记得要加一个页 因为多一个逻辑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就OK了 实行拆 实行一下 这是几月 1月不对 2月不对 3月 所以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要跳 答错了 只能够拆三次 然后我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有没有 诶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以后也许哦 你可以弄一个什么呢 学生的那种 考题算是什么 让他练习的模式 就是可以让他串 有时候可以怎么 让他先用什么 熟悉这种模式 然后猜猜看 其实有时候甚至不一定要看书 就知道答案 如果是这样 那一题就可以跳过 OK 以后其实用直觉就可以知道 答案是哪 除非说他找不出答案 那就叫他把这个答案给背起来 OK 反复反复练习 应该他将来 他的考试成绩应该就会突飞猛进 也许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因为毕竟考试你真的就不能够真的 是把它当成好像你很认真在做学问 其实考试跟做学问应该是两回事吧 很会考试不见得是真的很有学问 OK 就像说我讲过那个 就是像那个证照好了 原厂证照 像国外的那个原厂证照 像微软的微软这样 它有考古题嘛 OK 那那个考古题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叫你把它背熟 对不对 然后其实有时候到底 而且都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看的方向不对 那你也怎么考不过 OK 大概是这样 那这里的话就是 把那个什么 破回圈部分把它加上去 这应该就OK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其他题 其他题的话甚至 我又把那个像 这一题其实也可以写成VBA OK 那再来后面还有一题 猜拳小游戏 剪刀石头布 比如说呢我今天 我们要做一个 剪刀石头布的一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的话 其实这也是从以前Java 的时候呢 我把它改成Python的版本 那要怎么写 但第一个 我们一定需要什么 一定需要有一个 什么 就是输入嘛 那我输入的话 我这边 给各位看 这边已经写好了 直接拿这个来给各位参考好了 那其实这个写法 第一个一定会需要 让它 跳出剪刀石头布 所以会有一个清单 那你会发现这个清单 一定会避开第一个 剪刀是1 石头是2 布是3 剪刀石头布 那日文 这版本已经是从 日文有一本叫明解Java 日本人写 它就刚好是石头剪刀布 它那个顺序就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把它执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让 跟电脑玩游戏 那我当然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要让它直接打那个剪刀石头布 因为如果打在这边的话 很容易出错 所以我用数字来表示 如果是1 那就是你出剪刀 2 就是你出石头 3 就是你出布 他就说 请输入数字 OK 那我就展示我出剪刀 那这个时候的话 电脑就要Random Random一个什么 123 3 那如果它是1 那就平手 2 就剪刀石头 他如果是石头 那我就输 他如果3 那我就赢 平手 我输 我赢 OK 所以邏輯大概就三种 好 那我们来看 1 Enter 好 电脑出了布 意思就是说 他那个Random结果 123 Random到3 那3的话呢 就是布 所以结果就 就是我赢了 OK 他一样再来一次 是做假的 不是 应该不是 我出2好了 剪刀石 我出石头 他出什么 他出石头 平手 其他都一样 OK 再出布 他出剪刀 欸 输了 所以表示说 全部加起来 我应该是 平手的阶段 不过我都没有做到 后面就是说 大概玩几次 玩几次是说 最后 谁输谁赢 其实应该要写这个啦 只是说这个 后面要写 可能程式太冗长了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请你把后面的把它写 比如说 总共玩10次 那10次之后呢 到底是谁输谁赢 这样才 比较公平啊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没写 请各位自己延伸 最后 结束的话呢 那我就输入4 可是如果今天输入什么 输入1234以外的数 输入5的话 会怎么样 其实我这一题 这个地方有做防呆 什么叫防呆 就是他如果输入1234以外的数字的话 那就怎么样 欸 输入错误 请重新输入 有没有 好 所以这边的话 比较特殊的是 多做防呆 好 除非我输入4 他就什么 离开了 退出游戏了 OK 好 那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应该知道这个逻辑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一樣 Random import一个Random 再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我就是 产生一个List 这个List 主要是将来怎么样 我需要在这边 电脑出什么东西 那当然电脑出 它理论上一定会是个数字 可是数字呢 我怎么把它转换成一个文字呢 其实就是用串列 如果它今天呢 Random 3 对不对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放在B List 中刮符 放个3就可以 那就抓到簿了 OK 主要是用这个方法 那底下的话当然 画一帽 电脑出 那电脑出什么呢 对不对 它就出了一个 就是1到4 就是123 中间出一个 我放在S里面 那再来的话呢 换我出 那我就输入一个数 输入一个数字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个逻辑的话就是 如果呢 M 我输入了这个资料 假如是 什么呢 小于1 或者是大于4 就是不是在1234的里面的话 那其实第一行 我是防呆 就是说呢 你输入错误了 请要重新输入 输入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是多写的 之前没有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 你的程式有防呆的 这个作用的话 那你可以 多做一个逻辑 的叙述 OK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底下就是 什么时候 两 这个 如果将来的话 如果输入4 那我就离开 就break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还有几种逻辑 什么时候是我 我们 是平手状态 就两个相等 相等最简单 然后呢 再来就什么状况 是我会输 我会输的话呢 其实到底很简单 就怎么样 我如果出剪刀 那电脑出什么 石头吗 如果出石头 电脑出布 如果出布 电脑出剪刀 那大概这三种状况 不就是我输吗 所以你会发现 后面 就是我把什么 这三种状况 把它列出来的叙述 中间叫偶尔 偶尔就是其中一个 发生的话 这个写法是我想出来的 你们可以看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写的好复杂 我已经把这个剪刀收布 用最最最精简的程式 讲出来 因为之前的版本 其实已经更新好多代了 但之前写的 刚开始是真的写很复杂 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在写什么 后来的话 我想 对啊 干嘛想那么复杂 写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Google一下 网路上打什么 打python 空一格 然后猜拳 应该也有人写 你可以参考看看 应该没有我写的这么简单 可以试试看 什么时候叫我输呢 就是 当我出什么 石头它出布 它出布 我出布 然后它出剪刀我也输 反正就有三种 对不对 也是这样把它列出来 那就是我输了 OK 最后的话呢 当然程式都结束了 就这样而已 OK 这样逻辑应该很好理解吧 有没有 一目了然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最好程式 第一个 越短越好 如果你可以写 少写一行 你就少写一行 第二个的话呢 程式的逻辑 越简单越好 有没有 OK 它连注解都不用注解 一看就 对 大概就知道 哪里有错 马上就知道哪里有错 千万不要钻牛角尖 有些同学 越钻越深 然后越写越复杂 本来一个简单的东西 写得好复杂 要怎么样能够越写越精简 可能要不断去思考 写完程式之后 你要再想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 当然我这样的写法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猜拳游戏 可以表现出来 但是又可以符合你思考的这种逻辑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 我习惯的这种写法 不见得每个人都习惯 OK 所以也许以后的话慢慢思考 想出一个你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写法 那那个写法就是好方法 OK 试一下 那我的这种写法 冲击量就是可以给各位当犯本 犯本 如果你想要有更简单的写法 或者是说有新的发现 当然也可以跟我讲一下 因为我也蛮喜欢同学可以给我一个feedback 比如说老师我发现一个写法 我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这种写法更好 更简单 那你可以告诉我 所以有同学蛮热情的 他真的想到一个方法 然后就跑来告诉我 也不错 但是不是说一定比较简单 我觉得也可以讨论 因为我发现真的每个人 的思考的逻辑不一样 所以习惯的写法也一定不一样 所以你除了学习写程式之外 可能也要慢慢试着找出你最习惯的写法 OK 所以你在学习过程当中 慢慢也要自己一边打 然后一边可以try一下没关系 改成你比较习惯的一种写法 慢慢找出一个固定的写法 有个固定的流程 以后的话你就会越写越顺手 最怕什么 最怕你就是一直call别人的 或者偷学别人的 然后这边学一点 那边学一点 然后每个地方都学 最后的话根本 不知道说自己在学什么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作者的这个写法 一定也都过多少不一样 OK 试一下